工作25年,买不起房结婚18年无子女,为了央视主持推掉年薪百万工作,大家都知道央视的主持人一直都是业界的翘楚,很多人也都为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而感到无限风光。 当然在央视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,想要向朱军,总听这样在舞台上发放异彩,也是要经过多努力。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在央视营养了25年,终于成为央视一哥的康辉。 康辉在新闻联播工作了25年,他从93年毕业就开始进入央视担任主持人,主要就是负责新闻类的节目。 不过名气却始终没有朱军和董青大,但是康辉却一直是兢兢业业的工作,除了工作之外,他几乎不外出应酬,始终保持着学生时代的纯朴和淡薄名利。 虽然已经工作了25年,而且康辉和妻子也已经结婚18年了,但是夫妻俩却始终没有钱在北京买下房子,而是一直租房住。 面对北京的高消费,拿着普通工资的康辉和妻子,甚至至今连孩子都没有。 对于观众来说,提到杨氏主持人,观众最多想到还是各种综艺节目和春晚的主持人。 之前的赵中祥弥平,后来的周涛朱军董青,虽然近几年将是为了培养新人,已经对主持人的工作做了相关的调整,但是康辉的工作性质还是没什么改变。 不过近日,网上也传出了一个好消息,就是今年春晚主持人中,应该是有康辉的位置。 这对于康辉来说应该是好事,熬了25年终于出头了。 简单,从来不追逐宁丽的康辉,在生活中,也是很靠谱的男人。 他和妻子刘雅杰是大学同学,两人都在央视工作,刘雅杰是央视的编导,他们的家庭都是普通的公园家庭。 结婚的时候家里没钱给买车买房,于是夫妻两人用自己存了几年的三万块钱简单的办了一场婚礼。 几乎什么都没跟父母要,生活虽然简单,但是夫妻两人感情十几年如一日的甜蜜。 康辉和尤雅杰北桥多年甚至连一套房子都没有,可是身边的同学们早就都靠着人脉发家致富了。 其实康辉也曾遇到过这样的机会,早在五六年前,就曾有传媒公司开出百万年新康辉加入,并且承诺还有分红。 但是康辉的康辉,却以自己不是和商业媒体为理由给拒绝了。 相比之下他更喜欢单纯的做一名主持人,在如今的娱乐圈中,像他这样作风清廉,生活成苦的名人真的不多了,也希望他未来的路能够越来越顺利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